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继承之M这个类的每一句类型 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和优势 好 那么我们学习 不能说阿森提供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M 我们就拿它做每一句类型 我们还是必须要知道 这样的一个M的一些原理和它的一些特点的 好 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学完上节课之后 虽然我说我们现在的继承之M的VIP 这个每一句类和我们的普通类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同学还是没有搞清楚 它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好 那么我们现在考虑一下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每一句类的话 我们怎么来表示这样的一个类型 好 让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c3.py 好 那么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我所说的 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Yellow 好 等于1 Green 等于2 这样的一种在模块里面的变量 来表示这样的一个美举类型 好 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先不说它缺点在什么地方 好 那么稍微对Person学习好一点的同学 会想到DICT字典 这样的一种形式 好 那么字典怎么表示呢 好 YELLOW 1 GREEN 好 好 字典我说过了 这个如果你不用美举类型的话 字典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示种类的方式 好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同学会想到 我定义一个class 这个class 我们就叫做这样的一个 Diamond Diamond 钻石的类型 好 然后它是一个类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类下面定义这样的一些Yellow 还有这样的一个GREEN 好 少了个打不了 我们把它做一下 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三种方式来表示类型 好 第一种 这个我就不说了 如果说你想到用这样的一个模块里面的全局变量来表示美举的话 我觉得这个编程系统性的编程还是要好好再加强一下 那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字典的同学和类的同学 算是对编程了有一定的了解了 知道用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来组织数据 也知道用这样或者说也知道用这样的一个类来封装数据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字典这种表示方式 以及不继承我们M类的普通类的表示方式 有什么缺陷 按道理来说的话 字典的这种表示方式 应该是最贴近于我们每一局的 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标签 也就是它有这样一个标签表示类型 同时它还给了每个类型一个曲子 最贴近于我们所定义的VIP类 但是问题在于字典也好 还是这样的一个类上面的类变量也好 它们都是可变的 这一点是大家要知道的 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它们可变 也就是说我可以在代码里面非常轻易的更改它们的值 好 第二个缺陷是什么 第二个缺陷就是没有防止这样的一个重复的功能 不能叫重复 应该叫做没有防止相同值的功能 好 那么我们依次来看一下 这两个缺陷到底怎么理解 第一个 类型这种东西是不能够轻易的去更改的 一旦你定义好了 比如说我这里的字典 我这里的字典我把它 附给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A 那么如果是一个类型的话 是不应该轻易被更改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字典的这样一个 方式来改变它的曲子 比如说我可以很轻易的 把Yellow改成这样的一个3 这个是不对的 类型一旦确定上来了之后 是不应该被改变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 上面我们定义的M的类类VIP 它要大写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大写能表示的是长量 好 这种可变是置点不可取的原因 同样类变量 普通类的类变量 你也可以轻易的去更改它们的曲子 好 这个是关于可变的问题 好 第二个 没有防止相同值的功能 这个怎么理解 我不同的类型 我用了一个不同的数值来表示 这个是一种正确的做法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字典 还有这样的一个普通的类的话 我们可以很轻易的 也就是说他们这种数据结构的允许 不同的标签拥有相同的这样一个数值 好 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好 然后我们再画一下 回到我们定义的VIP类下面来 好 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普通类下面 比如说随便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所谓的长量 它并不是真的长量 在Person里面并没有长量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概念 实际上你把它大写了之后只是看似像一个长量 但是它的实质来说的话 它还是一个变量 长量是不能更改的 但是变量是可以去更改的 这个是长量和变量最大的不同 但是在我们枚举下面 定义的这样的一个的类型 它确实不能够被轻易的更改的 好 我们可以拿实际的例子来看一下 枚举这个有最大的特点 我们这里printvipyellow 然后我们对vipyellow做一个更改 比如说它现在是1对不对 好 我把这个值能改成6 大家觉得可以更改成功吗 好 我们看一下 它会报错 看见没 这里报错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枚举类型的一个保护功能 但是如果你试图去更改common 这个类上面的yellow的话 确实可以更改成功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类上面的类变量 好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们的python的枚举是有优势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能试图把green改成这样的一个yellow 现在我的枚举下面有两个相同的标签 好 那么大家觉得这种情况 Person会报错吗 我们看一下 它会报错 它报了一个attempted to reuse key yellow 它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重复的使用yellow这个标签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我们不能够拿同一个标签来表示两种不同的类型 对不对 这个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上面是不合理的 好 这里我更改一下 不应该这样描述没有防止相同子 应该说是没有防止相同标签的功能 好 那么从以上两点 我们明显可以看出 继承annumate和不继承annumate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这两个特点决定了 我们如果要表示类型 最好还是使用这样的一个annumate 作为我们每一种类型的负类 好 那么我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稍微把每一个支持点画的深一点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上节课再见 好 这一天 感谢观看